一首好的诗歌 宛如一篇好的信息 能与灵魂对话 感动激励人心 齐来颂扬 芳华的口袋诗歌 有一天 一位教授问他的学生 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 说话是用喊的呢 所有的学生都想了很久 其中一个学生说 因为我们丧失了冷静 所以我们会用喊的 教授又问 明明对方就在我们的身旁 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喊的呢 难道小声说话 对方就听不见了吗 学生们议论纷纷 就是说不出一个 能够让教授满意的答案 最后呢 这个教授就解释说 当人生气或者是态度强硬的时候 身体的周围就会产生很强的磁场 这样的磁场就像一道厚厚的墙 团团地围住了里面的一颗心 越生气 强就越厚 心灵和外界的距离也就越远 当两个人互相生气的时候 心和心的距离会相对地变远 而为了要补偿远距离 人会下意识地 用呐喊的方式说话 认为这样呢 对方才能够听得见 但是呐喊的震撼力非常的刺耳 会升高对方的怒气 而怒气越大 强越厚 于是心和心的距离就更遥远了 而距离越遥远 人就会用越大的分贝去补偿 于是呢 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但是当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 又会怎么说话呢 你看刚好情况相反 不但不会用喊的 而且说话呢 都是轻声细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心很接近 心和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 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 通常是用耳语式地说话 当爱达到了最高点 语言就显得多余了 那时候呢 光用眼神就可以传情了 因为心和心之间 已经没有所谓的距离了 说到这儿 教室里鸦雀无声 沉默了好久 最后呢 教授语重心肠地说 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 不要让心的距离变远了 更不要说一些 让心距离更远的话 等心的距离 不在那么遥远的时候 再好好地沟通吧 诶 干什么 赶紧的 不要死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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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不合 不要就做敌人 一见不通 不要失去笑容 一圈几处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尊重 一言不合 不要就做敌人 一见不通 不要失去笑容 一圈几处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尊重 怨恨挑起争断 怨恨挑起争断 爱能遮掩过错 爱才会真正沟通 解答 咱们真正欢呼 怨恨挑起争断 爱能遮掩过错 爱才会真正沟通 解答 才会真正欢呼 一言不合 不要就做敌人 一见不通 不要失去笑容 一圈几处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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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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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别人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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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